我們進門的蚵都很好吃 它是野生 因為它有大草小草 因為海鵝都鋪在那個太陽底下 燒太陽 然後上草的時候泡在水裡面 它就像在洗山溫暖一樣 這裡面有六七樣的菜 有哪些菜來 有高麗菜 有豆芽 紅蘿蔔 還有那個芹菜 韭菜 都有啊 還有蒜 這個就是金門最有名的蚵爹 這現場的 祝福還有蚵子 現場的很顯現 像以前我們能夠做工 如果說能夠休息時間 能夠吃一塊蚵爹 那時候是人間美味 現在這一個就是要做我們進門 在挖那個十顆用的工具 這樣就做好了是嗎 像你看 像一般這種 你看它非常薄 它要非常有彈性 那這個蚵子 看這個蚵子都是 金門的蚵蛙就是長在這個石頭上面 對 那這個石頭也是你們擺的嗎 對不對 沒有 祖先的 祖先就有的了 現在就是急著要把三月混 四月混就要把它刮光了 為什麼 因為它要長新的 那三四月的時候就是 十顆最肥的時候對不對 對 所以通常來採都是 先把它從石頭上面 通通採下來 對 然後再一起剪 對 對 那牡力大概很少人 不喜歡她吧 她像蘇東坡她到 被貶著到海南去 我覺得牡力對蘇東坡來講 是有非常巨大的貢獻 對整個中國文學史 有非常巨大的貢獻 因為蘇東坡是到了海南以後 吃到牡力 她的功力大為真盡了 一個四川人 從來沒有嘗過這種海味 嘗到了不得了 所以她就告訴蘇過 她的小兒子 陪著她的小兒子 她說無令朝中人之 就是不要讓朝中的那些大臣 知道面對 大家都爭著跟我一起 被貶著到海南 跟我來搶著牡力吃 那通常這個食科拿回來之後 你們會做哪些料理呢 有的炸蚵得請 蚵得還有海蚵炸 煮海蚵湯 就是吃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好吃的 就是三餐就是吃海蚵 有時候要去賣都還是捨不得吃 這個就是 柯桿 就是這個食科曬桿了 對 然後拿來 拿來煮飯 拿來煮飯 對